嗨 大家 今天要來去整骨 因為我最近就是大拇指受傷 然後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想說來整骨瞧一下 順便來按很久沒按的按臉 其實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還滿多人說我變瘦 其實是因為我每兩個禮拜就來按臉 所以我就想說順便來按一下 我的腰跟小腿 前陣子大拇指有肌腱一點 所以我在想說是不是小腿太急了 好可愛 其實那個有時候是因為你骨盆的關係耶 喔真的喔 就會變成你某一些重心是放在你的腳名子 有點類似墊腳尖的走路 喔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是鮭魚喔 它是搬來搬去的 你現在處理骨盆 其實你的骨盆沒有到很不分正耶 但是因為你久坐了 很容易啊把骨盆做到比較外闊 骨盆就會越來越大 這樣子就摸得出來我久坐了 可惡 那我的骨盆是這個蠻蠻吵的 蠻吵的 蠻吵的 還好嗎 先生 我可以 我還活著 你現在還活著嗎 可以可以 坐左邊的腳比較長 對 很難過 很明顯 好好好 養的 AGU啊 我們必須要換鱗糖喔 鱗糖高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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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用一個很醜的姿勢喔 鱗糖 鱗糖 嘿對 你記得耶 我鱗糖 鱗糖高筋 再一下喔 第三個 鱗糖高筋 鱗糖高筋 wwww 齁 啊 Clinical 一開始我來這邊是董仔介紹的 然後我來了之後呢 我就發現很多拍影片的朋友有來的 然後也都是董仔介紹的 喔對啊 對 我就想說 董仔也是有入骨嗎 我其實都有在看妳的直播 我可是忠實粉絲 這是愛 真的 而且妳一出那個豬腳有沒有 不囉嗦馬上訂兩組 給我婆婆吃 是不是 真的 天賦獸 療癒了 面膜時間 我覺得我今天看起來精神滿好 等一下還可以有時間導入耶 耶 結束 耶啊 掰掰 謝謝 掰掰 欸 我在這 按完了 這邊之前是董仔推薦給我 按完之後 我覺得我的全身又比較通常一點點了 但整個真的是要長期啦 所以我在想 下次可能還要再找時間來按 唉 姿勢真的要正確耶 對 我還是要再看我 我還是要再看你 對我來說 謝謝你 對我來說